好,我们来讲一下这本书的第五章 那首先呢,还是先看一下 我们讲的投影片在网路上的什么地方 所以呢,你就把Google给打开 然后呢,就输入John Hall 也就是呢,这本书的作者 那看到一个很像他的个人网页的网址 就努力的把它按下去 那我们讲的书就是这一本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第五章 那投影片呢,就是在这个连结这边 那下载之后解压缩 就可以看见呢,我们讲的东西了 好吧,那第五章呢,是要在讲什么呢 第五章事实上就是要讲说 远期价格或者是期货价格 到底是怎么决定出来的 那其实呢,主要就是要看说 当我们今天已经知道 标第五的现货价的话 那想要去求一下现货价 跟远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这个好像在第一章曾经讲过啊 没有错,就是第一章的时候呢 不晓得他的投影片为什么突然出现了几页 有关于期限或套利的问题 那事实上呢,第一章的课本根本没有 那个期限或套利的内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第一章的投影片就出现了两题 应该说二二成二二得四啊 总共有四题的那个期限或套利的内容 事实上应该要在这一章讲的 不过呢,那时候我们已经也顺便讲了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或许可以请大家去复习一下第一章的影片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讲的比较快一点 好,那首先呢,他要先分清楚两个名词 一个就是消费财,一个是投资财 那投资财呢,他说就是大部分的人呢 持有这个商品其实都是投资用的 都是投资用的 那例如呢,是黄金或者是银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如今天这个商品太贵了 他是可以毫不犹豫呢,就去放空他 或者是呢,他手上假如有这些现货的话 就会毫不犹豫的把它在市场上卖掉 然后呢,去买比较便宜的远期契约 以获取中间之间价格失衡的状况 所以呢,这个投资财就把它想成呢 他这个东西在你手上其实没有其他多出来的用处啦 那当你今天有利可套 你就会毫不留情的把它卖掉 或者是呢,把它放空 那另外一种呢,是消费财 消费财就是说,其实他主要是用来做消费用的 那这边举的是铜或者是油 那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假如是链铜厂 那链铜厂呢,他就是本身需要铜的现货 去做他工厂的营运嘛 所以呢,假如说今天铜的现货相对于期货太贵的话 那正常状况之下呢,我们是会放空铜的现货 可是问题是铜的现货在你手上就是有很大的便利性啊 因为呢,你的开的公司其实就是需要铜的现货 所以像这种呢,消费财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手上的现货 即使价格已经比期货来讲 或远期期月价格来讲呢,相对已经偏贵了 但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就很果决的去卖掉 你手上的这些现货,或者是呢,去放空它 因为呢,你手上有这些现货对你来讲有一些便利性 那或许呢,你公司本来营运就必须要这种东西了 所以呢,你不可能因为现在的铜的现货太贵 你就去放空它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造成说 的确在某些状况之下 那,铜的现货价格 其实呢,相对于期货价格来讲可能会偏贵 而且呢,市场上没有套利的力量去放空铜现货 然后去买铜期货 所以这时候呢,财务学家就会再引进一个变数 叫做convenient yield 也就是便利收益率 那个我们之后会再说 所以呢,你现在就记住 投资财就是呢 现货商品 这个现货商品,假如是投资财的话 假如它太贵的话 那我们呢,可以毫不犹豫的把手中的这个投资财呢 就把它卖掉 因为拿它的手中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便利性 但是呢,消费财就不行了 好,那因为今天他要去探讨远期价格跟即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是呢,要能够维持呢 其实都是在一个没有套利的机会之下去推导出来的 所以呢,套利就四个字就是买低卖高 因此假如说呢,今天现货相对于期货贵 那我们就会卖现货买期货 那假如说呢,期货相对于现货贵的话 那我们就会卖期货买现货 所以呢,这里就会牵涉到 假如呢,我们今天必须要去卖现货 然后买期货或者是买远期期约的话 那到底怎样去卖现货呢 那也就是说你手上假如没有现货的话 你到底怎么去卖 当然假如说你手上有现货 你就把手上有现货卖出去就好 然后呢,你假如手上没有现货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还是要去卖它 那怎么卖呢 就是这边所谓的short stay 也就是放空 那什么东西叫做放空呢 就是说放空其实就是卖一个 你没有拥有的资产 或是你没有的证券 那你会说,我没有这个东西 我到底怎么卖啊 那很简单就是跟人家借一个东西来卖 真的我没有这个证券 那我就想卖它 那我就跟人家借这个证券来卖就是了 好,所以就通知你的broker 或者是现在其实网络这种方便 你可能把券商的网页打开来 就发现好像有融券的按钮 就把它按下去 看看到底这个broker 有没有办法帮你去借到券 好,所以就说你今天就跟你的broker说 我想要去市场上借某一张券 那你的broker就会帮你去找 假如说真的找到的话 也就是市场上有人愿意借你这张券的话 那你就把这张券借过来 借过来之后就在市场上 依照平常卖股票的方式 就把这张股票给卖掉了 好,那卖掉之后会怎样呢 就是在未来的某个时点 其实你必须要把这个证券 把它买回来 还给当初你借的这个人 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放空基本上就是把买跟卖的顺序反过来 也就是说放空其实是先卖出再买入 所以你会希望价格会下跌 那假如说你是买东西的话 就是先买入再卖出 所以你会希望价格会上涨 所以放空也没什么困难 就是说概念上是很简单的 你只是把一个东西先卖掉 然后之后再买回来而已 好,但是有些资产它在你放空的期间 其实它会产生一些知息 例如说有一些股票 你假如跟人家借来卖之后 可是那只股票其实是会发现金鼓励的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个现金鼓励不是你的 因为这股票不是你的 这股票是借你股票那个你的 所以他应该要可以拿到这个股息 可是现在这个券已经借给你了 所以事实上它暂时是拿不到这个股息的 因此你在还券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股息还给当初借你券的那个人 那可能也要再算点利息 看那个股息是什么时候发 所以这边就说当你还券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这个资产的dipton 也就是股息或者是其他知息的好处 全部都要还给当初借券的那个人 那当然借券有时候需要一些费用 所以就说这里写说或许有一些小小费用 那是借券费用 那事实上借券有时候费用不是很小 假如说你在美国的话 你借的是一个很冷门的股票的话 那借券费可能会蛮高的 而且通常在美国的时候 那你假如借了券之后 那拥有这张券的人 你假如借了券之后 那拥有这张股票的那个人 假如说想要这张股票的话 你是随时要去市场上买一张回来还他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风险也不是太小就是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example 他说你卖了100股 而且卖的价格是100块钱 就是你跟他借了100股 然后马上在市场上以每股100块钱卖掉 好然后三个月之后 其实股价跌到只剩90块钱 而且在这三个月里面 这个股票每股发3块钱的现金股利 那我们就假设是三个月之后发行的 也就是你跟他借了三个月 然后当你要在市场上买回来还人家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发了3块钱的股票 发了3块钱的股利 好所以假设你这个三个月 在第三个月时点的时候 你要把券还给人家 那你的利润到底是什么呢 那事实上你假如是放空的话 那你的利润呢 其实就是进场价格减出场价格 那这个还蛮好理解的 因为你进场价格就是卖东西 然后出场价格就是买回来 所以其实就是看这之间的差价是多少 也就是说你假如放空股票的话 你的利润基本上就是进场价减出场价 那假如说你是做多的话 那你的利润基本上就是出场价减进场价 因为出场的时候你是买东西 进场价格是买东西 所以这个应该不难理解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呢 每一股到底获利多少钱 那事实上呢就想他进场价格是100块钱 然后呢减掉出场价90块 也就是说他先用100块钱把股票卖出去 然后呢在90块钱的时候 把它回补回来 所以就是进场价减出场价 再加上呢 不是加上啊 就是呢在考虑呢 这只股票在第三个月的时候 有发每一股3块钱的现金股利 所以呢你还一张股票给人家的时候 顺便也要还3块钱 我们假设3块钱就是在第三个月发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利息 就是还3块钱就是了 好所以呢你的利润其实就是7块钱 就是7块钱 好那假如说你是买股票的话 那你的损失会是多少 那假如买股票呢 那你要去算获利 其实就是出场价减进场价 所以呢你出场的时候 那你就是90块钱出场 但是呢进场的时候呢 是用100块钱来买 所以就赔了10块钱 不过呢不要紧张 其实呢你要卖掉之前呢 这只股票发给你3块钱的股息 所以呢你还是会拿到3块钱 因此你的损失就是7块钱 换句话说获利就是负7 就是负7 好那有了这种short sale的概念之后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去推导 集期价格跟远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那这里呢需要用一些数学符号来讲 会比较好讲一点 所以呢他就定义现在的10点是0 所以S0呢就是现在的先货价格 F0就是现在的期货价 或者是远期价格 那说穿的就是呢 你假如现在去跟他签一个远期契约的话 那未来要交个的价格 今天就要议定好了 其实就是F0 那T呢就是这一个契约它的权利期间 或者是呢它的期间是多少 也就是今天到交个日到底多长 那通常呢在财务里面假如没有特别讲的话 其实都是年化之后的数值 所以这个T呢当然就是以年来表示 好那再来呢就是有个无风险利率 那这无风险利率呢 它的期间其实就是对应于今天到交个日 这段期间的T 好那就是有定义了这四个数学符号 那当然呢以下要推导的东西呢 一定都是在某些假设之下做出来的 例如说我们可能假设没有交易成本啊 然后呢假设没有什么税啊 然后也假设呢今天你不管要借钱给人家 或是跟他借钱用的利率都是一样的 都是R然后呢我们也假设假如市场上有利可套 也就是说有无风险的利润的话 那不管你是风险区域或风险爱好 你一定都会去套利用 所以大概就是有这些假设 好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那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说 假如标的是不发现金股利的股票的话 那它的远期价格跟及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要怎样那你就会想说 这个好像我们在第一章讲过了 的确没有错我们在第一章讲过了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第二部影片 也就是我们这系列的第二部影片 大概在一小时十分到一小时二十七分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了啦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的快一点 那你假如有觉得讲太快的地方 你就回去再复习一下这个第二部的影片 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好所以呢像这种标的物角不发任何现金鼓利 也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知息的标的物的话 那它的期限货的价格关系应该是要怎样呢 那我们先讲通事啊 然后再回来做这个数字的题目 那通事呢就是要长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呢今天这个现货价格是S0 然后呢今天的期货价呢是F0 那这个契约呢的时间长度呢是T的话 则呢F0呢应该等于S0 乘以Exponential的RT 那在第一章呢是写E加R的T次方 但是呢其实只是复利频率不同的写法而已 那这边呢是用连续复利的方式来写的 那其实这条式子呢蛮好证明的 那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也讲过 事实上要讲这些价格关系是呢 有很多种讲法 那不同的老师可能会有不同的讲法 所以呢我就试着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好了 假设呢你现在呢在今天的时候你就决定呢买现货 然后呢去卖期货或者是卖远期期约 也就是说呢在这在现在呢 我们把期货跟远期期约当作是相同的东西 那事实上呢他们有点不同 所以不同的地方等一下会讨论 所以呢假设你呢就是站在今天去买现货 然后卖Forward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现金流量会是什么 那因为呢你买现货啊 所以呢现在就是现金流出 那就是写负号 那就是负的S0 因为呢你就买现货一单位 你就买现货一单位 那为什么要买一单位 因为呢我们都假设 远期期约在交割的时候 就是交割一单位 所以呢你现在就是要买一单位 那当然呢假如说标地物会知习的话 你可能现在就不用买到一单位 买0.9几单位就可以了 不过那个是之后几页投影片会讲到的事情 好然后你就是今天要付出S0 然后到了大梯期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交割了 你就把这个一单位的现货 早就已经准备好的一单位现货 拿去做交割 然后呢做交割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得到F0 那也就是得到当初跟人家议定的远期价格 好那假如说呢 今天市场上这个投资机会呢 NPV大于0的话 那大家都会一直做这件事情 那假如说呢 NPV小于0的话 那大家就会反着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当今天市场上没有套利机会的时候 这个做法它的净限值一定要等于0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办法从这个策略去得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呢 既然它净限值等于0的话 那我们呢就可以把所有的现金流量 就把它折现到10.0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条四字 就可以得到这条四字 然后呢 你就把它移向移移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好 所以呢 假设下面有个题目啦 就是呢 今天的现货价 就是那一张 不会发现金股利的股票 也就是等于 也就是本来我们应该刚刚做的题目 我们现在是先看通时 所以呢 那一张不会发现金股利的股票 股价是40块钱 然后呢 这个远期期约的期间 期约期间呢 是3个月 所以是0.25年 那这个R呢 也是年化的利率 年化无风险利率是5% 所以呢 假如说 再进去上面这条四字的话 那40乘以exponential 然后0.05乘以0.25呢 就得到40.5 所以合理的远期价格 应该是40.5 那假如说呢 大于40.5 或者是小于40.5的话 那就都会有套利的机会了 所以呢 我们就回头去做这个题目吧 好 因此呢 我们就看现在呢 集期价格是40 可是呢 3个月的远期价格 竟然是43呢 竟然是43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 现在市场上的远期价格 其实呢 已经大于40乘以exponential的rt了 也就是呢 40乘以exponential的rt的话 我们刚刚呢 就算出来是40.5 是40.5 可是呢 现在的远期价格呢 其实已经是43了 所以 显然这个等号不相等 那有套利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套利 那套利呢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 买低卖高 那到底怎么做呢 那不同的老师 也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是比较喜欢 自我说 其初有钱跑进来 然后呢 未来现金流量呢 大于等于0 这样子 那因为呢 未来现金流量 也有可能等于0 那那诞生也有可能大于0 但是重点就是呢 其初的现金流量 是大于0 然后呢 整个时间走 我们都没有从自己的口袋 掏出帮忙钱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套利的机会了 所以呢 我习惯就是呢 今天先把钱弄进来 然后未来呢 即使现金流量是等于0 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今天已经有钱弄进来了 好 所以我的习惯做法就是 把所有的符号呢 移到大于0那边去 所以呢 我似乎可以把它写成 f乘以1的负rt 减掉s 那个f跟s的下标0 我就算了 有时候觉得用滑鼠太难写 就懒得写了 好 那就是说 我把所有的符号 都移到大于那边去 然后呢 我的做法就是 只要是符号正的 我就必须要把这一笔钱弄进来 也就是说要产生正的现金流量 那符号付的呢 我就要把这笔钱付出去 也就是呢 要产生付的现金流量 那你要产生正的现金流量 其实不外乎就是放空资产 不管你是放空股票啊 或者是放空无风险资产 都会有钱跑进来 那其实放空无风险资产 就是跟人家借入钱的意思 那假如说呢 你要去创造出负的现金流量的话 那不外乎就是什么 就是去买东西 就是买东西 所以呢 你要嘛就是买资产 不然就是买无风险的资产 例如说是买债券 那买无风险资产 就是把钱借给人家 就像我们一般人去买政府公债一样 其实呢 就是把钱借给政府 所以呢 假如我这样子去做的话 正号就把钱弄进来 付号就把钱弄出去 然后呢 我又说它大于零 那代表什么 代表呢 我提出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一定有正的钱跑到我的口袋 好 那我只要再证明呢 未来不会有钱从我的口袋跑出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好像是一个没有风险的身材机器一样 那均衡的经济体系 显然这种机会不会存在太久 所以啊 假如遇到这种机会的话呢 那应该马上就会被人家去做套利 所以就变成说 左边会越来越低 右边会越来越高 那最后呢 可能就还是会回到相等的状态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子怎么做 因此呢 我们看一下 那左边这边其实是正的符号 那代表说我要买东西 于是呢 我就去show the forward 好 那你去卖一个远期契约 本来以为会有钱跑进来 但是呢 所以也奇怪 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我们已经强调过很多遍了 去签订远期契约的 逆撒纳呢 其实你跟交易对手是没有现金往来的 是没有现金往来 所以现金流量是0 那这样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把这笔钱弄进来 所以你就去介入这笔钱吧 因此呢 我们就去介入43块钱的折线 介入43块钱的折线 也就是介入43 然后呢 exponential负的0.05乘以0.25 乘以0.25 所以我们假如介入这笔钱的话 那我们就 现正的现金流量跑进来了 好 那这个符号就已经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面这个符号 它是负的嘛 所以呢 就是要把这笔钱花出去 因此呢 我就必须要去买股票 那钱就花出去了 所以现金流量呢 其实就是负的40 好 那理论上呢 这应该 起初会有钱跑进来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来算看看 那我的Excel在这里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打开Excel看看 把它打开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43乘以exponential 然后 乘以exponential负RT 所以负0.05乘以1.25 然后呢 再减掉40 那这样的话呢 我起初就有2.4658的钱 跑进来了 所以起初就会有正的 正的2.4658的钱跑进来 好 那我们来看呢 过了三个月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过三个月之后呢 你要去交割 当初卖出去的远期契约 所以 你要拿股票去做交割 那股票在哪边呢 股票不就在你手上吗 你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三个月之后呢 你就把股票拿去做交割 然后就卖掉之后 可以拿回多少钱 那可以拿回当初 跟人家溢价的43块钱的远期价格 然后呢 你当初不是跟人家借43的限值吗 那现在手上有43就拿去还给人家 所以呢 所有的部位就灰飞烟灭了 但是呢 你起初就有2.46块跑进来 那这显然是一个套利的机会 所以呢 假如说发生这种事呢 那大家都会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左边的价格就越来越低 右边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最后左边价格太低 右边价格太高了呢 其实也不可能 因为呢 假如说发生 左边价格太低 右边价格太高的话 那市场上呢 还是会有套利 只是这时候套利的方向呢 就会整个跟刚刚是全部反过来的 所以呢 江湖在这边就又做了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他说呢 延续刚刚的例子 一张不发现金股利的股票 是40块钱 但是现在三个月的远期价格只剩39 那无风险利率呢 还是连续复利 而且是5% 那权利期间当然还是三个月 那请问呢 有没有套利的机会 好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就发现说 F 事实上呢 就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其实F就已经小于 1的R 就已经小于S 乘以1的RT了 因为呢 现在的F呢 只有39 正手蛮脚乱 小话家在哪里 只有39 但是呢 右边这个地方是40.5 所以呢 显然左边太便宜了 右边太贵了 那假如要做套利的话 就四个字啊 买低买高 所以呢 我的做法还是一样 先把所有的符号 都先移到大于0那边去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条式子 就大于0了 当然呢 这个S跟F呢 都有下标0 但是我就不写了 因为滑鼠不太好写啊 好 然后呢 我的邮标又不见了 然后今天呢 就要做某些事情 那同样还是看图说故事啦 符号正呢 就把这笔钱弄进来 所以S呢 是正号 代表说 我们要把40块钱弄进来 那怎么弄呢 当然就是去卖股票 那卖股票呢 你的现金流量就等于40 好那接下来呢 后面有一个F的折线 它的符号是负的 那符号呢 是负的就是这笔钱要弄出去啊 所以呢 当然就是买东西了 因此你就去买一个FORWARD 可是呢 当你在买FORWARD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 其实呢 我钱根本没有付出去啊 因为签订远及契约 在起初的时候 现金流量是0 但是呢 我们这一套规则告诉你说 你一定要把这笔钱花出去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好借出去 就是把39块钱的限制借出去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是借39块钱的限制 那我们的现金流量呢 就会是多少 就是39块的折线啊 Exponential的负0.05乘以0.25 好 那 早期初 就做了三件事情之后 理论上 应该要有正的现金流量 为什么呢 因为 我自己写的啊 所以不能 不能抵赖 不能当做没这回事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呢 我们就适时减掉 39的折线 负.25乘以.05 好 所以算出来结果就是1.48 正的1.48 所以刚刚这个CF是负的啦 所以呢 适时减掉这一块 那事实上呢 就是正的1.48 所以呢 我起初就有正的1.48 跑进来了 这个是我喜欢做的方式啦 也就是呢 起初先把钱弄进来再说 虽然呢 其实你把 这个套地利论 放在哪个10点都是一样的啦 因为呢毕竟在财务里面 你今天现金可以在一个时间轴上面 随便的移动嘛 只要今天复利或折线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但是呢 呃 我还是习惯 起初呢 就把钱给弄进来 因为感觉起初把钱弄进来呢 那心里很耸的感觉 好 那我们就来看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喔 奇怪 常常游标会不见 诶 我发现刚刚三夜通影片呢 这里买股票 这里应该是-40 应该是-40 不过Excel是有减40 所以应该大家不会有任何的疑问 就是有时候 哇 我真的不大好奇 但是我又不大想去买那个笔 好 那我们看呢 起初你有钱跑进来了 那未来三个月之后会怎样 那三个月之后你要去交割当初买的远期契约啊 所以你必须要拿钱去把股票买回来 所以你要拿多少钱呢 你要拿39块钱去交割 那39块钱在哪边 不要紧张 你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当初你就建加39块钱的限值啊 所以就赶快把39块拿回来 那39块的限值的本利盒就是39块 所以你手上有39块了 那就把这39块呢 拿去交割 那就付了39块得到一张股票 再把这张股票呢 拿去当初借你股票的那个人 所以呢 所有的部位都灰飞湮灭了 但是呢 你起初就有钱跑进来 所以这又是一个套利的机会 因此呢 假如说发生了右边这个状况的话 那 右边的价格就会下降 左边的价格呢 就会上升了 所以你就发现呢 F不能大于S0 乘以Exponential RT F也不能小于S0 乘以Exponential RT 那怎么办呢 那F就只好等于 S0乘以Exponential的RT次郎了 所以呢 假如说套利的力量 没有被阻碍的话 那 标的五角不发任何支席的话呢 那远期价格跟几期价格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这一条市值了 好 那当然呢 很多人呢 会去反驳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件事啊 就是说 假如今天有一些政府呢 他就是限制不能放空 那怎么办呢 那今天我们刚刚所讲的 现货太贵 不就套利的力量被阻碍了吗 因为呢 现在政府说不能放空啊 但是呢 江湖也说 哎 不要紧张啊 这个公司呢 仍然是成立的 因为呢 只要今天手上有人有这个现货 方家说他本来就有这个现货了 然后呢 他发现F小于S乘以ExponentialRT的话 他自然就会把手上这个现货拿出去卖掉了 也就是说呢 他对于那些手上早就有这个股票的人来讲 他看见这个结果 他还是会去做套利的啦 所以呢 既然他手上已经有股票了 那就没有所谓需要去跟他借卷来卖的事情 所以 他说今天即使放空是被阻碍的 但是前面的那个结果还是成立的 因为 手上有这张股票的人 他还是会去做这个没有风险的套利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标的物没有发任何的知息啦 那现在呢 我们要讲说标的物假如有发 站在今天已知的知息的话 例如说 一只股票可能在 在远期契约的期间之内呢 会发几次的现金股利喔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远期价格跟及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到底会是怎样 好 那其实上 事实上呢 我们就还是用 用左边这个图来看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 同样的呢 是买现货一单位 然后呢 去卖期货 所以期出的时候呢 我们就买现货一单位 因此就花出了 负的SV 但是呢 我们现在买这只股票 他会发股息啊 所以呢 在这个 远期契约的权利期间之内 他可能会发了一些股息 那这股息的金额是多少 我们先不用管他了 反正呢 就是一个已知的数 也就是站在今天已知的数 好 然后呢 到了大梯期的时候 大梯期的时候 那我们当初呢 不是有卖Forward吗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去交割 因此就把手上的 这一单位的现货 拿去做交割 然后就会得到F0了 好 那 假如呢 今天社会上没有套利的机会的话 那这个策略呢 理论上不应该有任何的获利 不然大家都会去做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现金流量 全部折现到今天 所以呢 这个Fs0就是10.0 就不用折现了 然后呢 这一堆股息怎么办呢 这堆股息 我们也要把它全部折现到今天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 那这一堆股息 也就是在 在那个远期契约的权利期间之内 应该说远期契约的交割日之前 标的股所发的任何股息的折现加总 江户我就给它一个符号叫做I 叫做I 所以I是什么呢 I就是从今天到交割日 标的所发的任何股息的折现加总 我们就把它叫做I 那因为呢这个I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正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这边要把刚刚的式子呢 再加上一个I 再加上一个I 好 然后呢 在大T期的这个F0呢 也要把它折现回来 但是呢 这个F0也是正的 所以整条式子呢 就变成是 负的S0加上I 加上F的折现 用五光解力率折现 就会等于0 然后呢 你就把负的S0加I移到等候右边就变成S0减I 然后两边再乘以Exponential的RT 自然就会得到这个式子了 那其实这个式子还蛮直觉的啦 也就是说今天假如呢 标的股发的现金股力很高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现在买现货就不会太痛苦了 因为呢 你可以拿到这些股息 那反而呢 你假如说你是用买远期期月方式的话 其实你到期还是只能拿到一单位的股票 那之前这些股息都拿不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远期价格就不会比 即期价格高太多 换句话说呢 股息假如越高的话 那F呢 减掉S0呢 这个值应该要下降 代表说 未来才拿到股票 其实比起现在就拿到股票 它的好处已经下降了 那未来才拿到股票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现在不用付钱 可以赚一些 这个钱可以存在银行的利息 但是假如说 标的股会发好处给你 那这样的话呢 未来才去付钱的这种 买远期期月方式的话 可能好处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就说呢 股息假如发的越多 标的股股息发的越多 F-S的值就会下降 其实就反映在这条式子里面 假如说今天I越大的话 其实呢 F-S0的值就会下降 甚至当I很大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呢 F-S0是会变成负的了 也就是呢 远期价格可能会小于 其期价格 好 所以这条式子呢 倒不是很困难 好 那你可以想象呢 假如说有一个资产 它就是会发股息 但是它三不五十就在发股息 那什么资产会是这样子呢 可能不是个股 因为像美国个股呢 一季才发一次股息 那台湾的个股呢 大部分都还是一年发一次 少数有一季发一次的 例如说台积电 或者是呢 有半年发一次的 所以你可能会问说 那什么样的资产会发很多次股息 以至于感觉很像是连续的呢 那其实呢 有一种资产就是 例如说是指数 因为呢股价指数 它其实是一堆股票的集合 所以呢 今天只要这个股 这个股价指数后面的成分股 有再发股息的话 其实呢 就好像这个指数会漏损一点点 因为呢 我们一般在全球呢 的股价指数 大部分这个股价指数 都是没有记录现金股利率的 所以呢 当股票发股息的时候 股价是会下降的 我们这边讲的股息 都是现金股息 现金股利 所以呢 就是说 今天假如呢 股票发现金股利的话 股价是会下降的 那年代呢 指数就会下降 因为你可以把它想成 这一笔钱就已经逃离 股票市场了 可是基本上股价指数是在记录 现在股票市场 还有多少市值 所以你可以想象 假如 今天一个股价指数 后面的成分股 那不同的成分股 在不同的天气 就一直在发股息的话 则感觉呢 这个指数 就好像每天都在发股息 那每天都在发股息呢 你当然还是可以 照这条市值来做 但是呢 这时候你来算这个I 就很讨厌 因为实在是太多笔了 然后没笔到 把它折现回来 今天事实上就非常的讨厌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股息呢 想成是 想成是连续发放的 换家说呢 就是这个股息 每一瞬间 每一瞬间 每一瞬间都在发放 那每一瞬间都在发放的话呢 我们就是拿到这个股息 我们就再去多买一些股票 或多买一些指数 换家说 他每一瞬间都在发股息给你 只要我们每一瞬间 拿到这个股息呢 就再去多买一些成分股 那事实上呢 其实就是多买一些指数的成分股就对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一条比较好做的式子 以免说我们还是要用刚刚讲的这条式子 结果这时候算这个I很讨厌 好 所以假设说我们把这种已经知道的股息 当做是连续发放的话 当做是连续发放的话 那我们呢 就把它想成就是一个连续的股利率 那假设这股利率是已知 那远期价格跟即期价格之间的关系 就要长成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呢 这已经写满了 那我们就再重划一个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延续刚刚的讲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又地震了 哎呀真是冒着生命在录影 今天是9月18号 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地震 我记得我之前在录其他影片 曾经地震过 录到一半地震 我到底要不要逃命 好像有点大 我假如这个讯息都断掉了 那就值得大家来怀念我一下了 好吧 没事 好吧 所以我们就延续刚刚的讲法 那我们呢 也是今天就买现货 卖期货 可是呢 我们现在在买现货的时候 也就是买spot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不用买到一单位 我们只要买exponential的 负QT单位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们今天买不到一单位 然后只要有发股息 我们就赶快把这个股息 再拿去多买一些标的物 所以我们的标的物的单位数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到期的时候呢 就会累积到一单位 那就可以拿去做交割了 那很多初学者呢 对于买不到一单位的股息 然后呢 收到股息就赶快去买指数 这种概念呢 觉得很难接受了 那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了 你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不要举 不价指数好了 我们现在举外币好了 举外币好了 那假如说呢 你今天要去买外币 然后卖远期 汇率契约的话 那你未来要去跟他交割 一块钱的外币 那你现在呢 是需要买到一块钱的外币吗 其实不用 因为我们知道外币会涨利息 所以在一般的财管里面呢 就说你假如未来需要 一块钱的外币的话 你现在只要准备 1除以1加RF 那RF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外国货币的无风险利率 那你只要准备不到一块钱 那然后呢 今天这个外币会给你利息 那假如说这个利息 又是连续发败的话 就是他一给你利息 就马上再去多买一些外币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未来就自然会有 一单位的外币 所以你假如说 提期之后想要有一单位的外币 现在其实你不需要买到一单位 因为外币会涨利息 所以同样的呢 现金 同样的股价指数 你假如呢 到期需要有一单位的股价指数 去做交割 其实呢 你现在也不需要买到一单位 因为呢 指数会发股息给你 所以你现在只要买0.9几单位就好了 换句话说呢 你就把1把它折现回来 那折现要用什么东西折现呢 当然就是用股价指数的 那个股利率来折现 所以呢 你就是起初买现货 但是呢 只要买 Exponential-QT单位就好了 就好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他假如连续一直发放股息给你 你就拿到钱 那开始就多买一些指数 多买一些指数 那最后 在大提期的时候 就有一单位的股价指数 可以拿去做交割了 好 那今天呢 除了在买这个Spot Exponential-QT单位之外 你还要卖一个Forward 你还要卖一个Forward 那就是呢 Forward 我们通常就是讲 这交割的时候 就是交个一单位 交个一单位标的物 所以我们就看看呢 你起初假如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的现金流量会是什么 那你起初呢 当然就是付钱出去 但是呢 一单位的现货要付S0 那不到一单位的现货 你当然呢 就是付S0买Exponential-QT的这个钱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在到期的时候 然后你就是呢 这个股价指数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就累积到一单位 就可以拿去做交割 然后呢 就会拿到当初跟人家讲好的远期价格 那个事实上呢 就是F0 好 那假如呢 今天是一个均衡的经济体系的话 那不应该出现这种套利的机会 也就是说 这个策略呢 它的NPV应该要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F0呢 给折现回来 于是就得到一条很有名的式子 就是呢 F0 然后用本国无风险利率折现 就要等于呢 S0呢 乘以Exponential-QT 那这条式子很有用 其实呢 用在外汇市场上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用在外汇市场上呢 就是一般的国际金融的书所写的利率评价定理 但是呢 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讲 其实是还蛮简洁的就是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把它移一下一下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那Q呢 其实就是连续复利之下的平均S0的股利率 就是平均的连续股利率 好 那这条式子其实可以用在 标的股脚发连续股利率的状态 例如说股价指数 例如说外国的货币 那外国货币 假如说季息也是连续复利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用这条式子 所以这个等一下 都会在后面的头影片会讲 好 那我们看呢 接下来头影片呢 他在讲什么 他说那怎么去评价一个 远期契约呢 那你就想说 奇怪 我们这系列好像也曾经讲过这件事情 没有错 在第八部头影片的时候呢 那时候我们曾经去讲过 如何评价FRA 也就是远期利率协定 那评价FRA呢 其实远比我们这边要讲的 评价一个 例如说以股权为标的的远期契约 困难太多了 所以其实呢困难的东西 我们在第八部头影片 第八部影片都讲过了 那大概是从23分半开始 一直到最后 那我在录第八部的时候 其实头脑不是很清楚 所以好像讲的很农长 然后自己在那边绕来绕去都绕不出来 所以这里或许有一个救赎的机会 可以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呢 因为在第八部的影片已经讲过了 所以呢 我们直接先讲结论 先讲结论会比较 会比较 比较 直接了当一点 好 那在讲结论之前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头影片好了 他说呢 今天一个远期契约呢 在签约的内撒纳 其实价值是零 换句话说 对双方来讲 都是一个公平的契约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体现在 签约的内撒纳 你也不用补贴给我钱 我也不用补贴给你钱 所以代表说 我们今天所谈出来的远期价格 双方都非常满意 也就是呢 在这个价格之下 这个契约对双方都是公平的 那因为呢 远期契约 它毕竟是一种衍生性商品 所以呢 它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所以一个公平的契约 其实就是对双方来讲 都是不赚不赔的 那当然呢 他这边有写说 除了买卖价差的因素之外 不然假如我们不考虑 买卖价差的报价 也就是说不考虑 例如说肇事者的报价 会有买卖价差的话 其实这条式子是对的 但是呢 我们说 远期契约在签约的内撒纳 价值是零 并没有 并不是说 未来任何时点 价值都是零 换句话说呢 未来这个契约可能会 对某一方产生正价值 同时对某一方产生负价值 那因为它是零和的游戏 所以呢 对某一方产生正的价值 一定就是对另外一方产生 同样那个数字 只是变成负号的价值 好 所以怎么去评价一个远期契约 好 所以我们先讲结论 就是说你不管是在评价远期契约 或是呢 是在评价现货的交易 事实上呢 说穿的就是两个价格在相减而已 那看你是买进还是卖出 你假如说呢 我们先用现货来看好了 假如说你今天呢 是去买一个现货 例如说你去买台积电好了 你是买个TSMC 然后呢 进场价呢 是100块钱 未来呢 它涨到110 所以你现在呢 可能想把它卖掉 或者是你现在还没有卖掉 只是想要评价一下 你现在到底获利多少 所以呢 你假如当买方的话 说穿了你就是两个价格在相减 哪两个价格 就是评价日的价格 减掉进场日的价格 然后不用折现 为什么 因为呢 这10块钱是可以马上把它实现的 好 所以呢 你假如 不是仿制 就说另外一种状况 你假如呢 是现货买卖的话 那其实呢 还是一样 用两个现货价来相减 只是呢 这时候 你可能呢 就是要用进场价减出场价 所以假如说同样的例子的话 那你呢 就是100减掉110 所以呢 就是赔了10块钱 所以呢 你今天假如在评价现货的损益的时候 其实不管你是当买方还是当卖方啊 基本上就是拿两个现货价来做相减 来做相减 那到底是谁减谁 你就直觉想一下 应该是不会弄错 好 所以呢 有同样的想法之后 那评价远期契约概念也是一样 你假如当初呢 是在远期契约里面是当买方 也就是未来你要去付钱 把标地物买进来 则呢 你也是拿两个价格在做相减 只是呢 我们现在评价是远期契约 然后呢 所以你必须要拿两个远期价格 所以呢 你就必须要拿出厂价那时候的远期价格 出厂价远期价格 或者是平价日的远期价格 减掉进厂价的远期价格 所以基本上还是出厂价减进厂价 只是呢 我们今天拿的呢 都是远期价格 然后两个相减之后呢 那毕竟相减的东西 它是在未来才会实现的 因为这是一个远期契约 还没到期嘛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折现回来 折现回来 从交割日折现到今天 好 那假如说呢 你是当初在远期契约里面 是当卖方的话 那还是两个价格在相减 也就是呢 还是两个远期价格在做相减 那这时候呢 你就用进厂价的远期价格 减掉出厂价的远期价格 但是呢 同样的这笔钱 不管是损益还是 不管是获利还是损失 它也是在大提起才会发生的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折现到今天 那才可以得到今天的价值 所以呢 其实评价远期契约 并不是很困难 但是很多同学都有障碍 那事实上没有那么困难 你就把它想成 评价远期契约 就拿两个远期价格来相减 评价现货的损益 就拿两个现货价来做相减 那只是呢 今天在评价远期契约的时候 相减完之后 还要把它折现回来 因为呢 这笔损益是未来才会发生的 但是呢 你评价现货的资产的损益的时候 那相减完就好了 不用把它折现 因为呢 你要实现这一笔利润或损失 马上把现货卖掉 在市场上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就可以马上实现 这个损失或获利了 那所以就是这样 因此并没有很困难 那至于呢 为什么平价远期契约 可以这么做 等一下我们再说 不过呢 我们看一下 在同一篇写什么 他说呢 假设你当初 进场价是K 就是你当初跟他签远期七月时候 弹的远期价格是K 然后呢 等到 又地震了 我可能 我是不是该跑了呢 这样子 会 好可怕 这次也摇太久了吧 这次摇得有点久 好像真的 有点薄命演出的感觉 好 还在继续摇 好 那 好像小一点了 我们继续讲好了 也就是呢 K是你的进场的价格 就是你当初去跟人家 溢价的远期价格 然后F0呢 就是你现在 是平假日 那 那时候的远期价格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今天呢 你假如 在远期七月是 当买方的话 则呢 你就是平假日的 远期价格 减掉 当初跟人家 溢价的远期价格 然后 减起来之后 要把它 折现 因为毕竟 这一笔 损益是未来才会 发生的 那假如说你是 当卖方的话呢 那就是 当初的进场价 减掉平假日的 价格 但是两个都是远期价格 所以就是当初 进场价的远期价格 减掉 平假日 那时候 当下的远期价格 然后减掉之后呢 再把它 折现 所以公式就是 这个样子 但是为什么 可以这么做呢 那我们就 很快的来 讲一下吧 好 所以呢 我们假设你在这个地方 地震了 我发现 我连 写东西都 画圈圈都不远了呢 OK 好 那我们假设呢 你在很久以前 跟人家签订一个远期契约 然后在这远期契约里面呢 其实你是 当 买方 所以呢 就是在大梯期的时候 你必须要付K 然后呢 你可以得到这个资产 可以得到Asset Asset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你在过去的某一天 去跟人家签订一个大梯期 要交割的契约 好 那现在呢 10点是站在今天 站在今天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就是10点0 那我们就很好奇 就是说这一张契约 到底现在的价值是多少 那因为呢 我们之前只说签约那一刹那 这个契约对双方来讲 价值是0 但是呢 你跟他签完之后 这个K就写死了 但是呢 经济情势还是会改变的 所以呢 渐渐的这个契约 就对某一方产生正价值 同时对某一方产生负价值 所以呢 你就是站在绿色这一天的平假日 想要知道 当初你跟他签的这一张契约 价值剩下多少 那你可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 其实你可以把它思考说 我就是在平假日 也就是今天 我又去找了另外一家银行 也去签了一个同样条件的远期契约 换句话说 到期日相同 资产也是相同 只是呢 在这远期契约里面呢 我是当卖方的 换句话说呢 我在大T期的时候 我要卖一个资产 我要卖个资产出去 然后呢 我要拿一笔钱回来 所以呢 在绿色这一天 也就是今天 你跟这个银行去谈的时候 你们会谈出什么价格 当然就是谈出绿色那一天的远期价格 好 所以呢 你现在手上已经有两个契约了 而且到期日那都是大T 可是呢 这两个契约 其实呢 你的部位是 你的那个动作是完全相反的 换句话说 在大T期的时候 你呢 就是可以付一个K 然后呢 去把资产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呢 再卖给这个银行 然后拿个F回来 所以 说真的 你这两个契约呢 看起来呢 你已经把这个K减F0的利润 或者是损失给锁定住了 为什么呢 啊 等一下 他在摇 所以我好像在讲反了 还好只是这讲法而已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你当初是去买远期契约的 所以呢 你今天这两个契约 事实上呢 你已经 锁定了F0减K 这一笔利润或者是损失了 因为想看看到期的时候呢 你这个资产收进来又卖出去 其实是抵消掉 但是呢 你可以从绿色这边拿到F0 然后呢 红色这边辅助K 所以呢 事实上在绿色这一天 你就已经锁定了一笔利润或损失 叫做F0减K 但是呢 这个F0减K呢 其实是在大T期才会发生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 你要看它今天的价值的话 你一定要把它折现回来 好 那故事还没结束 也就是说呢 它站在今天这两张契约 绿色的跟红色这两张契约 它的价值应该要等于这件事情 可是呢 绿色这张契约 站在绿色这一天哦 它的价值是多少 它价值事实上是0呢 因为呢 我们说远期契约在签约的那一刹那 价值是0嘛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 红色契约的价值再加上绿色契约的价值 但是绿色契约价值是0 所以这两个东西加总起来要等于下面这一块 红色加绿色呢 的价值要等于下面这一块 但是呢 绿色价值是0啊 所以呢 红色的这个契约的价值 就是这一条四字哦 那这个呢 就是投影片这边所写的东西 好 那 投影片这边所写的东西哦 那你可以呢 去看一下我们的第八部投影片 其实那时候在讲FRA也是同样的概念 只是呢 FRA更麻烦一点 因为FRA呢 是直到期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标的 其实那个标的是利率 那标的是利率 那利率呢 就要有一段时间去累积利息 所以呢 你在评价FRA的时候 其实你所锁定的那个钱 事实上呢 是在这时候才会拿到的 所以你必须要从这时候呢 折现到今天 换句话说 就可能还要在多折现 那个利息的期间哦 好吧 那这个就是呢 评价远期契约啊 那啊 就有25月投影片 我讲了14月哦 然后它一直地震 我觉得为了我的小命着想 我还是 先去看看外面的状况好了 顺便打电话回家看 家里还好吗 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先到这里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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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